字幕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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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中一的同學好 那麼大家呢 現在應該正在做這個書籤設計啦 那麼上星期呢 已經講到呢 除了配畫之外 有什麼方法 可以用到你的雜作上的 例如做些拼貼的小素材 貼上去 今次就想跟大家說一下 關於版面設計 我今天會利用這本書 會說一下怎樣的版面配置 可以幫到大家 首先想說的就是 利用重心的編排來增加 這個穩定感 大家可以看到每一樣放入 版面的元素都有它的重量 那些元素分別有什麼 有文字 照片 圖 甚至乎色塊的濃度 都有它的重量 簡單來說我分三樣 物件當然就越大 感覺就越重 第二 文字 越粗體 排得越密 感覺都會重一點 另外就是顏色的深淺 照片 圖 色塊等等 顏色越深 感覺都會越重 我們現在一齊來看看這三幅圖 這裡大家看看這幅圖 我們右上角擺了一個物件 左下角擺了一個相同的物件 這樣其實會有一個平衡的感覺 重心就會回到中間 穩定性就會增加 這個所有物件自中 同樣左右 你會覺得很均衡 重心也會回到中間 令到別人看起來的感覺 是覺得很穩定 這個就有趣一點 我們右上角就放了一個 比較細的 大深色的物件 所以如果我們要平衡的感覺 我們左下角就放一個 大一點的 但是淺色一點的物件 這樣來平衡 而且這個方法也會 有一個強弱感 有一個對比 很多時候都會被採用的這個方法 又例如這幅圖 你看到這裡的重心 其實是去了右下角這裡的 如果你想大家的集中力 在中間這個位置 可以怎樣做呢 你看到 左上角就放一個標字 這樣平衡的時候 重心就會回到中間 這個就是你想別人注意的地方 好 第二個想說的就是對稱 對稱有哪幾種呢 我拉近一點大家可以看一下 分別就有 左右對稱 鏡像對稱 即是好像照鏡一樣 點對稱 另外這個是平移的 這樣呢 這幾種都是對稱 那為什麼對稱會被 這個很多設計師廣泛使用呢 原來人是很有趣的 對一些很有規則的圖案 即很有規律性的圖案 是會很不其然覺得 嘩好漂亮啊這樣 所以平面設計 甚至乎建築 很多時候都會用到 對稱這個圓質的 這樣 大家看一下這三幅圖 我拉近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呢 你看到這幅呢 是用到對稱的元素的 中間這條線 然後呢 左右兩邊這些寶寧球樽 另外這些文字都是的 你會覺得很舒服的 其中一樣呢 就是用對稱的原則 就是呢 你要有適當的流白 我們看一下 圖二這幅 你會覺得 壓迫感很強的 因為呢 太多元素在那裏 變成了流白的地方比較少呢 其實就不太適合用對稱這件事了 但是呢 元素太少又不適合 譬如圖三這個我們只有寶寧球樽 一個標誌在那裏 那你會覺得 對稱呢 其實是很薄弱的 即是不像這個呢 除了寶寧球樽 有個對稱的感覺之外呢 文字呢 這兩堆文字 其實都是有個對稱的感覺的 那 所以呢 大家用對稱這個 原則的時候呢 都要留意了 那如果我們呢 用對稱這個法則再玩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試下改變重心的位置 這樣呢 改變重心的位置呢 是可以配合不同的用途的喔 例如說 你看一下這個 這個是三角形的構圖 重心在下面的時候呢 你會給到一種穩定的感覺 但是相反 如果呢 是一個到三角形的構圖呢 當重心在上面的時候呢 會給到別人一種緊張的感覺 那所以這個呢 就可以配合你想營造什麼氣氛呢 而選擇用什麼的構圖 那我們第三樣東西想說的呢 就是比較了 那什麼時候會用到比較呢 就是當我們的版面 會有兩個或者以上 兩個或者以上 有壓軟的元素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用到比較這個幾法 那這個呢 這也是對稱很好應用的一個地方 那很多時候呢 我們做比較呢 會用到對稱的配置 的 例如說這些 鏡像對稱 剛才說過 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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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例如說這個點對稱 這樣根據一點來做旋轉 又例如這個平移 平移呢 就是把一個pattern 複製出來 但是呢 你都 你看到這樣 可能比較抽象的 你看些例子 就會比較清楚 比較的用法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例子 其實呢 整個版面 都沒有提到 要將兩樣東西比較的 但是呢 它巧妙地 用了一個對稱性的編排 就令你會很不其然 就有一個比較 就是說 動和靜的比較 OK 那這個呢 就是突顯的有趣性的 那這一幅呢 就用了點對稱來做的 那大家看到呢 左上角和右下角這幅呢 就是用了黑白的相片 而右上角和左下角呢 就用了國旗有關的元素的 那令你都想起那個國家的一個地方 那樣 那樣呢 這個安排呢 會令你會看到兩樣東西 不是割裂的 是有關聯的 接下來大家可以看一下這一幅 這一幅呢 這一幅呢 就用了對稱性的構圖 做一個顏色的對比的 那樣呢 你會覺得呢 產品的character 是可以突顯出來的 形象會鮮明一點 接著就是這幅了 這幅呢 也是一個對稱的構圖 那一面是狂野 一面時尚 那樣呢 都可以透過這個比較 令到故事感會強烈一些 那最後想說的呢 就是這個三分法則 那樣呢 這個呢 就很簡單的 即是意思說 將個版面分成三等份 例如這個呢 如果是直的紙呢 我們就把它打橫分三等份 那樣呢 橫的紙就打直分三等份 會不會覺得很熟口面呢 因為呢 其實呢 原來在攝影呢 我們會經常都說這個 黃金分割的 那就是說呢 如果大家有拍照呢 你試試你拿著相機呢 它有很多個模式的嘛 你其中一個Display Mode呢 它可以調校 出現這些格子出來的 那只要呢 你跟著這些格子來拍照 就好像這張照片那樣呢 它沿著那些格線來拍照呢 不會太差的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因為呢 有個穩定的感覺呢 出來的感覺都是漂亮的 例如大家呢 可以看一下這幾個例子 三分二 三分一 OK 這裏就是分成三份了 中間留白 上面有文字 下面有標字 這個 三分二是上 三分一是文字 同樣呢 你都覺得感覺是很舒服的 那同學呢 都可以好好地利用呢 這些這樣的法則呢 在你的書籤設計的集作上面 那剛剛呢 我們就學了四種版面配置的方法 那接下來呢 我想大家跟我一起看一下這本書 那這本書的作者呢 就將一些平反的設計呢 改良 那這樣呢 就給大家看一下 原來改良了之後的版面設計 是真的漂亮很多的 那我們一起來看兩個例子呢 那首先來看一下這一個 那這個是改良前的 那改良前呢 你可能覺得有點 雜亂無章的感覺 是不是 好了 你看看改良之後了 改良之後就是這樣了 是不是清楚很多呢 那呢 你看到它用了三分法的方法 另外 另外啦 之前我們講過的重量嘛 它將一些文字呢 上下 差不多 pattern的配置 這樣呢 重量呢 就差不多 那另外呢 那個重心呢 呢 令人家會 望到中間的 尤其是中間有顏色 那這樣 那這個重心在中間的時候呢 就將你想表達的東西呢 告訴你的觀眾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是改良之後的配置了 大家又看回改良前啦 OK 對比一下 就是這樣啦 好 那跟著呢 就是這個了 那這個呢 就是改良前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張照片很漂亮啦 很山啊 很壯闊啊 那樣 那樣呢 但是有些文字在這裡 對啦 遮住了 過天空啦 大家看一下改良之後啦 改良之後呢 你看看 之前我們講過這個三分的法則 那大家看一下 三分二 三分一 那些文字呢 都不要遮住這張照片 就放在下面呢 三分一的位置 另外呢 這裏的字呢 都放在這裏三分一的位置 的位置 rather than 就是你能見到 它這裏好像壓了 壓了很多位的 也都不會遮住那些山 你看看 OK 那這個呢 大家可以看到 不好意思啊 那大家可以看到 改良之後呢 對啦 令你的感覺是舒服很多的 好啦 今天講的是這麼多 那希望呢 大家可以活學活勇 做好你的書簽設計的習作啦 拜拜 拜拜